在这样的个案当中 油烟是不断地往天上喷 不过到底抽油烟机 应该要装设在哪里 我们的记者向环保局来询问 得到的答案是 并没有规定 一定得要装设在哪 只要装好除油烟的设备 让油烟味不影响空气品质 就可以过关 如果环保局也坦诚 对于这样的油烟味 到底有没有影响空气品质 其实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 排掉的不会有 抽油烟机运转的不停 为了排出餐厅里 过重的炒菜味道 许多店家都会在店门口外 设置抽油烟机 有些甚至直接在油锅上 借了一条条抽油烟管 但这些真的有用吗 其实法令上并没有规定 排烟管到底要装在哪里 却因此产生许多问题 环保局表示 只要油烟防制设备完好 就没有违法 但许多人气店家 却还是被民众投诉 排烟管太臭太吵 告上法院 太吵 太臭 没有一定标准 全靠个人感官 但环保局强调 一发现违规 就会立刻对店家负责人罚款5000 若限期之内再没有改善 下一次就会罚10万 直到店家改善为止 真正娱乐委屈万如台北 采访播导 真正娱乐委屈万如台北